9月1号 中国空军司令马晓天到长春出席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在向空军航空大学新决员训辞时 马晓天指出 中国空军目前已经进入到转型阶段 要建立一支攻防兼备的强大空军 当被问到未来轰炸机发展问题 马晓天说 我们现在远程打击能力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 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提高 我们现在发展新一代的远程打击轰炸机 将来你会看到 据了解 马晓天口中的远程打击轰炸机指的就是战略轰炸机 根据中国航空界的定义 远程战略轰炸机应该可以携带超过10吨空对地武器 并可在不空中加油的情况下航程至少8000千米 目前 中国并没有符合这一条件的战略轰炸机 相比之下 美国战略轰炸司令部目前拥有B-52 B-1 B-2三款战略轰炸机 而且最新型的战略B-21正在路上 按照美国的说法 B-21的装备数量将达到100架 远超于B-2服役数量 而俄罗斯远程航空兵司令部也拥有突破列夫公司制造的图160 图95和图22M三款战略轰炸机 虽然马晓天司令口中的新战轰的代号目前不得而知 但外界推测极有可能使用轰-20作为代号 如果推测最终成为现实 那么从歼-20 运-20以及即将列装的直-20再到轰-20 中国空军将整体进入20时代 远程战略轰炸机这是一个大国利器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共同的观感 那么杜老师您可不可以预测一下 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远程战略轰炸机 它应该会有哪些性能 我想大致应该有两个技术途径 第一是按照美国B2的基本技术路径进行亚因素改进 第二是进行超越 马上就实现隐身和超音速两个概念结合 但从目前看 如果从实际情况和技术路径 以及现在的难度去判断 我们感觉第一种方案的可信性比较高 如果把美国类似的这种型号进行改进 按照中国的这种需要进行发展 我想更加适合目前的需要 因为从目前看他讲这句话 按照我们一般的习惯 我们一般是少讲多数 那么说明这款轰炸机的基本技术参数 已经基本成型 我想可能会有一个一万公里的航程 这样它可以实现周期打击 第二就是隐身方面应该实现两全 第一叫全向隐身 第二叫全频段隐身 跟美国的下一代B2-1 在某些方面会高度接近 另外基载武器弹药会非常丰富 包括对海弹药对地弹药 而且炸弹导弹要一应俱全 如果实现了对舱内部的挂载 隐身能力突发能力会达到空前水平 我们都说咱们在很多领域上面 都是实现了弯道超车 所以刚才您说了 美国这个B2-1还算是比较新的 咱们这一款新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恐怕也可以跟B2-1起头并进 成天怎么看 从目前世界范围的发展来看的话 轰炸机无疑是大国追求的一个绝对的力气 而这种轰炸机的话 如果放在冷战期间的话 可能还有很多国家都可以研制 但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的话 真正高精尖或者是高大上的 这种具备隐形能力的 这种战略型的轰炸机 已经很少有国家能够研制 可能现在美国已经在这方面 做出了一个先行者的态势 包括它的当年的B1B到B2到B21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一定是要瞄着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 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 这样的战略轰炸机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在空军过去的基础上 使我们整个的战略打击能力 在原来的基础上 大踏步的向前发展 具备更强的洲际打击能力 是 刚才杜老师也特别提到 中国人一般都是只做不说 或者多做少说 一般来说不会轻易地去许出一个诺言 那么这次司令是特别说了 说你们会看得到的 他的话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 那是不是可以判断 这个工程可能已经上马了 按照目前这个基本进度来看 我想比如说技术入境的确定 另外像材料结构的确定 以及外部尺寸的估算都已经完毕 有可能已经是在路上状态 就马上到站了 我告诉你下一站有可能是哪 从目前看的这款轰炸机之前 我们听说过很多的这次的消息 包括今天是飞了 然后明天在哪个方向出现了 实际上这有可能是大家出于 这个爱国热情的一种虚构 但是从马斯林这话里可以听出 目前它的研制进度应该是非常顺利 因为既然我们有了其他技术做支撑 这款轰炸机的速度应该非常快 你想它需要的几个核心技术我们都有 你说从隐身材料和隐身技术来看 我们的歼20跟歼31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照 另外从设计方面 我们应该不成太大的问题 因为轰炸机这种大平台 它不是设计出来的 是建造出来 是试验出来的 另外从这个火控系统 包括弹药技术 我们发展也非常快 所以几大核心技术都已经有了 像盖房子一样 我所有的材料都有 而且主体结构已经基本确立 马上要施工 我想这个进度应该是非常快 我想在两到三年之内 大家会看到我们新型战略轰炸机的试飞 如果到那个时候 我们三位一体的打击能力 就会快速建立起来 感谢观看